上半场比赛 拜仁慕尼黑1比2落后 来万率先破门 诺伊豪斯来那5分钟之内连进两球完成反超 上半场比赛拜仁控球率高达59.2% 7次射门4次射政 而门星则把握机会能力更强 6次射门3次射政 并成功收获两立进球 拜仁是当之无愧的记录收割机 一夜缔造三大记录 随着来万破门 拜仁连续65场得甲进球 追凭他们自己创造的联赛记录 来万连续7个赛季得甲进20球 历史上仅次于盖德·穆勒 穆勒第608次代表拜仁出场 他也就此成为了拜仁队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外场球员 下半场比赛一边再站 57分钟 来万过顶携传至进去 穆勒凌空电射被没收 60分钟 穆勒门前头球后蹭 金米西跟上未能碰到皮球 62分钟 来万进去左侧撩射打门 皮球击中横梁弹出 太可惜了 最终 拜仁慕尼黑下半场狂攻未果 1比2遗憾惨遭逆转 身后的多特蒙德迎来迫近分叉的好机会 拜仁记录之夜 遗憾遭遇里程碑 拜仁首发 26乌尔赖西 4巨勒 5帕瓦尔 6金米西 7格纳布里 9来万多夫斯基 18萨比侧 22罗卡 25托马斯穆勒 40蒂尔曼 42穆夏拉门 新首发 1索莫 24杨奇克 30埃尔维迪 28金特尔 32莫伊豪斯 6克拉末 17夸迪奥克内 20卢卡内斯 18莱纳 13师廷格尔 36温伯洛 2عل mich Mes 23 13 18 18 180